润土生风来尽宝,红土大展一整年 Hello大家好,先送上新春祝福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今年肯定裁员滚滚 那么关于3E账户的选择,我做了前四期内容 这一期将是最后一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视频可以选择到合适的账户 早早开始积累自己的小金库 这集主要讲我在Frankly开的3E账户到目前为止赚了多少钱 以及开户步骤,最后还会告诉大家四个能获得最大华丽的小技巧 所以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哦 开户步骤非常简单,我就只说重点 首先下载Frankly,用手机号注册,然后填写个人信息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根据你的风险接受度选择合适的投资组合 看图片,1,2,3,4,5就是根据你对风险的接受度而选择的不同投资组合 请大家原谅我祝月的翻译,大家理解就好 这里10,20,45,75和95指数其实就是所有股票占比之和 举个例子,我选了中强75指数 那我投资里面有27%的瑞士股票和48%的外国股票 总合为75% 选定投资组合后,你的账户就开户了 下一步就是按照指示往里面充值 现在带大家去我的手机上看一下吧 看看我的收益是多少 进入到FranklyAPP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 目前我有4059瑞郎 然后点这里可以看到我在去年12月22号投入了3283 然后又在27号加了600块 那么我总的投资额是3883 那么2022年3A账户不能超过6883 所以我剩下的3000块其实是分别投在了其他的两个3A账户里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盈利3883放在这里一个月 我就已经有了176块钱的收益 在2023年我会将3A账户的总额度7056瑞郎 基本全部都投资在股票上 股市已经低迷了两三年了 期待2023年会反弹 我感觉自己对风险的接受度慢慢从平稳型过渡到激进型 对3A账户的投资激进点还好 毕竟定位是超长期投资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三个小技巧 能够让你的3A收益最大化 小技巧之一 如果你有闲钱3A账户最好年初就全额填满 因为是复利投资 越早投入就越能拿到复利收益 小技巧之二 最好开5个3A账户 为什么是5个呢 因为在退休前的前5年可以全额提出 假设你65岁退休 那么从61岁你就可以提钱了 这里要讲一下 不管你是买房提前取款 还是等到退休年限取款 3A账户里的钱都是要缴税的 税率很低 大概4%到5%之间 具体还要看各个州 不过相差不是很大 所以开5个账户的好处就是 可以把钱平均一下 保证缴税最少 而且从61岁逐年提出 如果在同一年内全部提出 总额会很高 缴税会更多 小技巧之三 如果你和老公或者老婆 都分别有三个账户 那么你们两个在同一年提款 税率是按照两个人总和来计算的 所以你们可能会缴更多税 最好的方法就是 每年夫妻双方只有1人 从3A账户里提款 小技巧之四 如果你已经在保险公司开了3A账户 想取消这个账户 转到银行或者其他机构 那么也非常简单 在新的机构申请转账 他们就可以帮你实现 没有额外费用 好了 我要给大家送上新年祝福 我尽动承诺 在这个视频的留言区 会尽我所能回复一切 关于3A账户的问题 并且会回复一整年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 尽管在下面留言 我说到做到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